由胡人队球星乔丹克拉克森主持的暑期篮球训练营日前在洛杉矶热闹展开 胡人队球星乔丹克拉克森主持的第二届耐克JC6暑假篮球训练营于7月26日至28日 在非营利性机构Heart of Los Angeles体育馆如火如荼的展开 此次训练营针对年龄9至15岁的青少年进行基础篮球技能培训 据了解传奇球星胡人队篮球运营总裁魔术师约翰逊在昨天也参加了篮球训练营的开营仪式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自己在训练营上的照片 表示自己和孩子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华美银行作为训练营活动的主要赞助商 将与洛杉矶都市联盟亚洲青少年中心San Dedica School Valley Venet篮球队以及Blaze篮球队合作为50名来自需要被关爱社区的儿童提供奖学金 资助他们参与本次训练营活动 培养篮球技巧之余也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让他们从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身上获得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 本次训练营是克拉克森继他在6月在Corona举行的篮球训练营之后惊吓的第二场回馈社区活动 那么在下周五也就是8月4日他将飞往他的故乡德克萨斯州进行他的第三场篮球训练营 届时他还将送出200个背包以及学习用品给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黄华卫视陆冒王豪洛杉自报导